各位早上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 早天問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每天一兩天有些著雨 今天我們會見多很多陽光 雷達吐槽上面見到 雖然今早早繼續有些零星的雨區 由南向北掃過香港 不過整體來說 我們附近的著雨已經比昨天少了很多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中國東南部有一個晴空區 電腦基於報導見到 今天著雨天氣主要會集中在我們的西面 我們附近雲量會比較少 天氣會是普遍晴朗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6點多鐘 大部份地區的氣溫在26至27度左右 由於預計日頭長時間沒有陽光 天氣會多熱 有需要在戶外工作的朋友 記住做好防曬防中暑的措施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為大日子天晴 大早上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日頭天氣會是酷熱 最高氣溫大約為33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東南風 至於戰況方面 預計的明天繼續都會是大智天晴和酷熱 今月到下星期初至中期 一度廣闊的低壓床 會影響南海中至北部 我們的天氣會是曝昏時間有陽光 亦都會有幾陣著雨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裏 再見